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构成任何直接的威胁 不过对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人质交换协议 白宫表示目前相关方还没有到可以进行认真谈判的阶段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拜登18号访问德国 德国总理史泰因麦尔为拜登举行了欢迎仪式 还授予了拜登德国最高功名奖 德国联邦功勋大师自勋章 以表彰拜登对德国长年的支持 他表示与美国的友谊对德国至关重要 并将永远如此 拜登随后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面 讨论安全经贸等领域问题 拜登则呼吁盟友保持决心 继续支持基辅度过艰难的冬季 他也对德国将国防预算提高至北约目标 占国内GDP的2%表示欢迎 两人也讨论了以哈冲突和伊朗问题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冲此阶段 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17号来到威斯康星州举行竞选集会 他讲话时再次强调此次大选的关键性 并称特朗普精神越来越不稳定 又成为独裁者的野心 阿里斯还表示特朗普反对禁枪 反对堕胎 反对性取向和性别多元化 是对美国人基本自由和权力的威胁 并称如今特朗普的集会规模正在缩水 人们倾向于提前离场 而特斯拉创始人美国富商马斯克 17日也来到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发表演讲 为特朗普造势 他形容此次大选关乎美国未来 并鼓励更多选民提前投票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昨晚出席天主教年度慈善晚宴时 批评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哈里斯不尊重天主教徒 没有亲自出席活动 两党总统候选人共同参加这一晚宴 本是近80年的传统 以往候选人将在晚宴上温和地互相调侃 而今年只有特朗普露面 并罕见携夫人出行 哈里斯仅以视频讲话形式出现 也是自1984年以来 首位没有出席晚宴的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晚宴上抨击哈里斯缺席 并指当年缺席晚宴的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来到纽约 在此之前全美超过45个州都将提供提前投票的选项 覆盖大约97%的美国选民 佐治亚州等多个关键摇摆州日前也陆续开启提前投票 预风海伦尼9月下旬吹袭美国 对北卡罗来纳州造成严重破坏 但风灾并没有浇灭选民参与选举的热情 当第17日开始提前投票 首日便创下投票率历史新高 州选举委员会报告称 周四当天有353166人亲自投票 比2020年创下的首日记录多出约4500票 另外还有超过75000人通过邮寄方式投票 时迄今为止的总投票数超过428000张 周五威克县的提前投票点继续排起长队 一些选民表示他们已在投票站排队将近一个小时 当地官员圈提前投票是当地选民 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中最受欢迎的投票方式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由于接到多起第一能监督条件下发生碰撞的报告 其中包括一起导致行人死亡的事故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正在调查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 当局表示在特斯拉报告了四起 因阳光刺眼 雾霾和阳尘而导致的事故后 于周四启动了调查 除行人死亡外 另一起事故还造成了人员受伤 调查将重点关注全自动驾驶系统 在低能见度情况下的探测和应对能力 以及这些事故的具体成因 此次调查涉及约240万辆2016-2024年款的特斯拉汽车 特斯拉尚未对此置评并多次声明 该系统无法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驾驶员需随时准备干预 美国政府周四放宽了对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向盟国和伙伴国出售部分卫星和航天器 相关物品的出口限制 从而使不断发展的美国商业航天产业 更容易扩大销售 同时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路透社报道指 某些涉及摇杆航天器 太空物流组件和维修航天器的物品 在运往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英国时 将不再需要许可证 另一些不太敏感的卫星和航天器领部件 在运往40多个国家时 也不再需要许可证 预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之类的航天公司 以及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等 拥有太空部门的大型国防承包商 都可能从新规定中受益 外资在8月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 创纪录新高 美国财政部周四发布的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 8月份日本持有的美债规模 接近11,300亿美元 比7月份多135亿美元 脱离了9个月的低谷 中国则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 减持规模为7,746亿美元 比7月份减少19亿美元 并逼近3月份所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低谷 有分析师指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8月的全球央行年会上 释出鸽派信号 提振了降息预期 四季日元反弹超过2% 促使日本当局在支撑本币压力缓降下 失去抛售美债的动力 而中国外储资产维持多元化配置的趋势 也影响中国对美债的需求 加拿大有市场调查机构 日前公布了一项针对移民议题进行的报告显示 目前有58%的加拿大人认同移民太多 是1998年以来 首见有明显多数人对移民持负面看法 民调显示 加拿大人反对新移民的比率连续第二年激增 人们2022年以来 反对新移民的比率飙升31% 是调查1977年开始以来 两年时间内最大幅度变化 报告的作者纽曼表示 移民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系统管理 如何在不造成太大破坏的情况下吸纳新移民 有分析指 加拿大创纪录的人口成长 加剧当地房屋短缺 租金价格上涨 公共服务紧张 推高失业率等问题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在11月1号前 宣布新的移民水平 并对招收国际学生和引进外劳设限 意大利奢侈品牌Prada 日前推出一款与美国私人太空服务公司 XM Space连城的太空服务 预料将提供给美国太空总署NASA 用于2026年实行的登月计划 随穿着这款太空服的女性航天员一起登上月球 这款太空服在外观上与传统太空服并无太大分别 但据介绍太空服已通过多项测试 号称能承受月球南极的极端温度 并能让航天员在月球永久阴影区的最低温度下 持续工作至少两个小时 NASA自2017年宣布推出登月计划 阿尔弥斯系列计划旨在送女性航天员登月 并利用创新技术探索月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消息继续锁定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诗 感谢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